在堆沙包之前 我们在内侧地上 先铺上一层防水布 然后再往上堆叠 这样可以避免积水渗漏 可以更有效的防水 台风警报一发布 里长邱莉莉立即指挥 中美里防灾人员 协助低窝住户堆好沙包 还帮邻近社区架上防水闸门 位于基隆河畔的中美里 过去曾发生过严重水灾 为了预防灾害再次发生 在市议员游署会协助争取下 特别举办这一次防救灾演练 希望防范雨未来 现在都是强雨强风 尤其昨天大家看到这个云林 这个一个大雨 就把一个阴架全部倒塌 造成了灾害 非常造成了几个民众的生命 这个对让我们觉得 这件事情是我们所有的乡亲们 必须要来做一个万全的准备 所以呢我就觉得 我们要赶快向这个 游署会游艺员来陈请 希望说赶快呢 提供资源给我们来做这个 防灾的一个演练 我们周美里 它比较靠近提防 然后地市又比较低 又属于比较老旧社区 所以社区的排水设施 比较不足 所以我们会希望在周美里 建立这一个水灾的自主防灾的演练 然后未来有机会的话也希望推广到更多领区 我想在不管是各式各样的灾难 当发生的时候最好的方法是第一时间 我们的社区的民众可以先自救 然后自行做一些简单的应对 然后工部门的这个 不管是消防局的力量或水利注力量 再快速的进入 让灾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志工们熟练的进行CPR 为了做好这一次防救灾演习 志工们已经排练了五次 其中位于河堤外 基隆河畔的新安宫管委会委员们 也加入演练行列 里长邱立林更帮忙争取设置AED 万一有遇到灾害的时候 我们新安宫土地公庙 就是做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万全的准备 来协助我们市政府来做 帮助我们的这个市民朋友 做一个防灾 同时呢因为整个又安和平公园 是都没有工部门 所以我们就募款了 这个做了一个AED在我们的新安宫 在演练人员疏散的过程中 还有一只超轻人的牧羊犬金金也加入 这是中美里长邱立林的创举 希望在避难过程中 让毛小孩也能受到妥善照顾 尤其我们这边有一个宠物狗公园 所以我们表示我们内湖地区 饲养宠物的民众非常的多 万一有一天碰到灾害的时候 我们的宠物该怎么办 要有给他一个避难的地方呢 能够照顾到我们的宠物 所以我们就特别想到说 是不是我们这次也把这个加入到 把那个宠物避难所也加入到 我们的演练当中 立法院李燕秀除了肯定 周美里主动进行防救灾演练 也表示将协助地方进行都市更新 提升灾害应变能力 我觉得日本还是整个环境 要做重新的更新 毕竟周美里 它有一部分它是老旧社区 那如果有机会做后续的都更 我相信对于未来的防灾 各方面的工作都有机会做得更好 那当然这份短中长期的工作 那短期我们希望透过邻里的志工 由我们产观学界的协助跟指导 让我们对于防灾各项工作 可以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内湖区公所方面表示 加上周美里 内湖区已经有六个里 成为任性社区的一员 区公所将尽力协助 让地方对于灾害都能快速反应 降低灾损 灾后也能迅速复原 回复正常生活 在救难团队进来我们灾害的地点的时候 能够初期能够落实自助 自助共助互助 然后能在灾害团队 团队进来的时候能够协助救灾 那这是我们要申请防灾性社区的一个目的 周美里帮不帮 要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道